哈喽 大家好 欢迎到KS看股 今天是啊 16号3月16号星期三哦 星期三哦 对吗 星期三哦 都没有看错啊 记得点阅点赞分享留言哦 记得按那个叮当黑色的 按那个叮当黑色的啊 如果是白色 有时你没有 没有收到那个通知啊 ok so啊今天有点机会来啊 记得要开户口交易户口 CJCNB 填上那个表格 他的他的表格就在 在这个视频下面那边哦 有那个链接或者那个 我的Facebook有链接 我的网站Trading with KS 也是有链接啊 我的Facebook是 facebook.com slashTrading with KS 或者你找KS看股也可以哦 Twitter也是啊 Trading with KS 要请我喝咖啡就去Coffee.com Coffee.com Trading with KS ok 所以记得这个CNB 是可以买外国的股票啊 不要忘记啊 啊我看看明星的声明 请注意 我不是专业交易员或顾问 我分享我的交易旅程景出于娱乐目的 本视频中包含的任何观点 新闻研究分析价格或其他信息是我个人的观点 并不是投资建议 对于您使用本视频中的信息而直接或间接引起的任何利润或金钱 资产或任何贵重物品损失 我不会担任何责任 OK 所以今天啊 建筑股有上一点哦 因为那个什么啊 因为昨天那个MRT的新闻出来了啦 31 billion 所以那边有肉吃啊 OK 我们看看马股先啊 今天呢这个 KLCI叻 有反弹一点点 然后有跌回下去了 暂时它还是 看它是横盘或者下跌比较多了 所以 不会觉得它暂时会什么大反弹啊 我们继续观察 这些观察 OK 看一看这个板块 今天情绪67 上升股5 2%股261 还不错 交易量1.2 1.2 21 billion 还OK 上了2.77 0.18% 1560 收在1560 OK 收藻盘发生什么事 开一 一开市的时候 从上去一点点 然后又跌下来 然后啊 集团进场推它上去 然后推了一下子 就又没有力 又跌下去 所以早上有一点啊 不是很啊 啊 啊 怎样讲 啊有点波动了啊 上上了 又跌下来 上了又跌下来了 有点波动了啊 OK 看一看今天 啊消费上了0.45 啊 工业上了0.77 建筑大账了啊 建筑昨天啊 然后那个MRT哦 MRT新闻出来了啦 所以 那个 那个MRT蛮大了 他的那个啊 他的那个项目啊 31 billion左右了啊 所以啊 market有 对这个建筑有一点这个啊 啊 有一点乐观啊 OK 科技也上了1.62 金融上了1.12 0.12 啊 所以今天半月是美国FOMC啊 啊 所以今天半月 今天明天会特别波动啊 啊 啊 property房产上了0.77 啊 建 啊 种植上了0.58 RID掉了0.48 能源上了1.66 啊 healthcare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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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治疗上了0.4 电讯上了0.6 电讯上了0.6 运输掉了0.03 啊 utility 这个工艺品 啊 水电gas上了0.70 啊 OK 我们看一看这个 Topgainers 动力股啊 啊 啊 BUSA BUSA叻啊 这个出负意料啊 突然间占很多 BUSA他有他有突破 等下我们要看哦 啊 SOP今天也有一点 啊 有量也有一点啊 啊 也上了5.3% 我们看一看 GAMUDA 今天有大涨了啊 GAMUDA 我们已经跳进去了 已经买进了的 啊 还有就是 BENDA 我们也看一看 也有量一点 DNO 我们看一看 也有量 也有涨 啊 MAY BANG BANG 我们讲了很多天了啦 不用再讲啦 CNB也是啊 NCOM和IJM啦 我们看一看NCOM和IJM OK 收拾几个BUSA GAMUDA SOP PENTA DNO IGM NCOM 我们看BUSA先啊 BUSA出乎意料了 So market觉得他有机会反弹哦 因为交易量慢慢的大了啊 So market给他一个很好的反弹 今天 突破了这个 YARD 阻力了啊 突破阻力 看来他慢慢的有机会上来这边 6.5 8.2有机会 啊 这个可以试试了啊 现在开始反弹了啊 这个可以试试 啊 所以我们的目标 啊 目标看这个CNB18 看可能的 啊 CNB18 可能的 20%啊 OK 啊 现在看一看GAMUDA 然后GAMUDA 我们在这边开始 ROW2.97了啊 现在他通破了 这个压力记得我讲 这个压力很重要 3.2 这次他通破了 看来这个RHP3.5 CGXCNB 这些银行啊 4.0 他应该是有机会了啊 OK So现在呢 啊 OK So现在继续收啊 继续收 啊 第一个目标 我们应该要看这个3.5 左右 OK 如果到这边可能我们套利一些钱 他应该还会跌下来 跌下来我们再加仓哦 那么 接下来 从接下来反弹我们再加仓 我们再追这个4.0 OK So 啊 So这边有我们 3.5 我们有20% 这边有差不多整 35%啊 35% 哦 我们追20跟35%啊 OK So GAMUDA 啊 IJM又来了啦 昨天那个 啊 那个什么 什么出来了 那个新闻出来了 这个有 那个啊 啊 啊 然后下面通道顶 OK So他们的目标就跟我们的这个 这个啊 技术分析啊 哦 是啊 啊 那句话又没有 又一刹就忘记了 符合 符合 符合我们的这个 哈哈 我记得了 符合我们的通道的 啊 通道模式的 的 啊 啊 目标 通道模式的分析 啊 So他的目标跟我们的通道顶是符合的 啊 So这个有机会啊 如果他继续的慢慢反弹 这个有机会捞 啊 啊 还有就是啊 啊 啊 SOP我们看一下 SOP 啊 很少讲SOP 啊 SOP SOP 5255 5126 啊 SOP 我觉得是逃命波来的啊 他跌破了 现在他有一个小反弹啊 啊 啊 我觉得这个反弹上来嘞 如果你是买高了 是你逃命机会 如果他 如果你是 如果你还没有套利的话呢 啊 上次你买你还没有套利 这一波是你套利的机会啊 套利淘宝 有吗 嗯 BENTA跟D&O我们看一看啊 D&O有个小反弹啊 So 啊 这边有 这边有背离啊 这边有背离啊 我觉得啦 可能科技会有一个小反弹 会有一个小反弹啊 啊 所以这一个反弹又是你另一个 逃命的机会了 逃了先啊 逃了先啊 不要什么 不要想要赚钱先逃了先啊 有机会逃逃了先啊 啊 因为现在market 这个啊 美国正在还正正在跌 所以啊 要等机会了啊 还有这个啊 BENTA BENTA也是760也是逃了先啊 有机会逃逃了先啊 啊 有机会逃逃了先 下跌 可能会有一个反弹来这边 会有一个反弹来这边 4.0了啊 So 所以这个呢 你有机会逃逃了先 可能有一个反弹来 4.0 或者这边3.5 或者4.0 啊 有一个小反弹 所以有反弹你就逃了先啊 啊 OK 还有ENCOM ENCOM ENCOM呢这边已经套利了的 我们在这个3.8 3.5 3.8 我们这边追了啊 所以这个跌回下来 这个是逃命波 他再冲上去你有机会逃逃了先啊 因为这个是第一波 第二波 这个第三波了 应该是炒完了的了 我觉得是炒完了 啊 OK So 我们下午再谈啊 OK 收看那今天今天有点机会来了啊 OK我们下午再谈 拜拜